但是如果黄死还那样开团的话 他们还是得打数 对 人不齐就看 好 这边黄族对龙女有想法 看一下五个人打龙女 四个人 哇 龙女终于要死了 哎 死了 不过U在这里肯定 哎 又在这边 我做得很好了 但是 原来还是死了 不过这里 哎 九总怎么又死了 这波W可能又要团输 看一下EZ的状态还不错 但是面对着三个人能不能打 黄子已经死了 这边 只剩EZ一个人 进入了对面的塔的范围 这个肯定走不掉 这个位置怎么走 哎 一个大招 差一点点 安妮极限的开了一个盾 好了 现在又打赢一波 连续黄族打赢三波 现在局面又不好说了 对 这边W有点 这么大的优势 有一点点 组团送 不知道 不知道说什么好 其实刚才一得往对方二塔逃 还不如就直接回身原地反打 对 就直接回身原地反打 就可以打了 其实这边出了双穿之后 对于龙女还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黑切加上轻语 对 打还是打动 刚才龙女一个人 虽然TT一直在说龙女有多么的肉 但是毕竟刚才是五个人抓你一个人 对 应该是四个人 ADC不在 但是刚才确实没看到九筒这几波团战 我觉得 九筒也黑 这真的是发挥的有点 不好说 小伙子们注意力集中一点 对 感觉这个九筒两波团战几乎是没有做出任何作用 九筒现在是想要去做中亚的感觉 对 但是刚才连杰都没有突九筒 九筒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确实有点想不到 就是一波大家技能都在龙女身上交完了 对 为何为何杰都在打龙女 但是九筒在后面默默的就死了 按说他的装备和体质也不算太差 对啊 因为九筒这个英雄我觉得是挺难杀的 你强心要来杀九筒反而是杀不掉的那种英雄 线上打得再好 但是你打团不能眼前一黑 对 但是从昨天来看 其实打团是他们的一个强项 是WED